男子阿龙因同学会与国小同学领女重逢,两人到摩铁过夜被领女丈夫捉奸,双双被衣相间罪提起公诉,领女坎成犯罪,被衣通奸罪判刑两个月得一颗罚金六万元定验,阿龙坚称以为领女已离婚,法官从领女丈夫捉奸时的录音档认为阿龙确实不知道领女还是有夫之妇,判他无罪确定。 判决指出,阿龙与领女是国小同学,去年农历春节时在国小同学会碰面并以LINE持续联络,去年九月领女邀阿龙一起去汽车旅馆,两人发生关系,被随后赶到的领女丈夫与友人捉奸,领女丈夫愤而对两人提出相间告诉,并于今年三月已与领女离婚。 阿龙便称,领女说她已离婚,阴间护权谈不拢,看不到小孩,心情很差,刚好同事有人送她摩铁住宿券,想邀她散心,她才与领女上摩铁,没有相间泛意。 领女丈夫捉奸时,她吓一大跳,还对领女丈夫说,你们不是已离婚了吗? 领女表示,当时正与丈夫办理离婚手续,对亲友都说已离婚,对阿龙也是同样说法,她坦诚对阿龙有好感,应有人送住宿券,才邀她上摩铁过夜。 简一庭法官认为,领女事发时已与丈夫分居,可见婚姻已现裂痕,不宜以过重刑发制裁领女追求另断感情的感性渴望。 再说通奸罪出罪话的讨论不曾停歇,领女收到免费摩铁住宿券,经查。 其实是领女丈夫与友人共同涉局,因此一通监罪判处她有期徒刑,二月北科罚金一审刑事情,法官则认为,没有证据能证明阿龙窒息领女未离婚,判阿龙无罪。 检方上诉台南高分院,法官勘验领女丈夫捉奸实录影党,虽然没有证据到阿龙你们不是已离婚了吗?问句,但有证据到领女丈夫你有听她说吗?查某人随便讲讲,你就靠过去讲话声音。 法官认为,合理推论阿龙有此疑问,领女丈夫才会这般回应,由于无其他证据证明阿龙知情领女还是人妻,因此判阿龙无罪确定。 男子阿龙与国小同学领女上摩帖,被领女丈夫捉奸,法官勘验录影党,认为阿龙不知道领女还未离婚,判她无罪,是意图ingimage分享。